我本来只是要求你 那个小声一点不要再吵闹 你们就一大堆的人抱会过来 里长李明当街互吵谁也不让谁 起因就是24号尾声 民众指控遭里长刁难 明明只是讲电话 却被说制造噪音要求千里 男子不满录影搜证 说里长喝酒耍官威 但里长也不甘示弱 拿出监视器说当天晚上10点多 巷弄有人喧哗 只是豪意劝导却被一群人包围 住宅区的公庙原本不能受理 希望他们能够 就迁到其他地方这样而已 前天明明不是我们 是后面的邻居 他们算在有可能在庆生什么的 来了两三次 地点在北屯区人没礼 朱姓里长说 赖刑民众把住家租人当公庙 不时举办活动 没申请就占据校弄 更把车子围停 垃圾车无法通过 晚上不只会练鼓 常常一群人聚集烤肉喧哗 附近民众多次检举 身为里长不得不出面 出来在练一绿 都打开都得变变变变 很暗得很困 三不五十就聚集一大票的人 在这边烤肉 在这边喝酒 在这边吵杂 我们是忍无可忍的情形下 才来处理这件事情 他说我们吵邻居什么行 我们说给我们时间 我们搬离开嘛 我请他们搬离开 赖刑民众反控 说里长自家车也常乱停 还擅自摆三角追不给停 但守望相助队表示 晚上十点后巡逻 确实发现民众有喧哗吵 多次劝导 为了拘据问题 里长李明 新仇加上旧恨 达到血火不种 记得连家清菜端营 台中报道